检方起诉建伤等五个人 不过围观受灾户委员会表示 全案没有任何公职人员负责 而且大楼的倒塌造成了一百一十五个人死亡 却只换来林明辉的业务过失致死罪 最重也只有五年的刑期 他们表示没有办法接受 把原本属于丈夫的戒指改成项链戴在身上 丈夫小孩都在地震里丧命的围观住户刘怡辰 把对家人的想念化成动力 担起围观受灾户委员会主委的重责大任 希望和所有住户一起走向重建 但围观大楼倒塌后第六十一天 检方起诉结果却令他们感到失望 为什么可以盖章然后方式倒了 然后后面的追究 后面的追究者的话都没有出来 我们几条人民的卖在上面 他这五年他是在里面安安稳稳的 吃他的饭过他的日子 我们其他一百一十七条人民呢 委员会代表所有住户表达不满 打算凭自己的力量找律师帮忙 评估提国赔或其他求偿官司的可能性 台南市长赖清德则对起诉结果表示肯定 表示肯定 我们也希望后续法院的审判 也能够尽快呢 还给社会一个公道 那台湾市政府会针对后续的被提起 公诉的这两个人 也提出假扣押 市长满意 但受灾户却同时对市府的重建作为表达不满 林武松和陈一婷夫妇在大楼倒塌时受到重伤 至今没有办法工作 他们就认为市府拿了善款 但到现在一直没有说清楚 究竟怎么帮他们重建 那很多就是可能家里只有受伤 然后比较幸运没有人过去 但是他们就比如说只有零到这十几万 那生活真的是很麻烦 委员会表示包括八号就要发放的安签补助 市府都没有告知将合给他们多少比例 就对外宣称住户会拿到百分之百的补助 但实情根本不可能 令他们无法接受 也希望接下来市府加紧脚步 赶快让重建作法明朗 记者王杰出梦招全台南报导